白板大大早上好啊 带你们看云海了 现在姑婆开始做早饭了 今天早上呢 早饭就做这个孔羊鱼 就馒头 看这个土豆大了 看怎么打 对 先把土豆洗干净 这里呢 有三种土豆啊 有黄色的 还有紫色的 还有黑色的 再洗 再洗第二遍啊 现在我们就把土豆啊 切开 切成两半 你看看 你看这个土豆的心 是这样的 what pun 这儿 这个叫烏格格羊� porter 我们当然 πολύ鸡 嘿嘿嘿 这个羊� skilled 这个又是另外一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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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吃的是三种 还要再用水洗一次 再下锅处 现在姑婆在水里 放了一些猪油 为什么要放了 待会我们做土豆的时候 这个土豆成锅巴的时候 它就不会粘在这个锅底 看就像这样 放在 放在这个锅里 然后这个水干了的话 它就会形成锅巴 特别的香 我们这里叫的孔羊鱼 好 好了 嗯 现在姑婆还要蒸一些 糊豆啊 就蒸了糊豆特别的香 这个就是猪豆粿 哈哈 猪豆粿 猪豆粿 你看姑婆切好的腊肉 待会做烤肉 现在开始做烤肉 这样做腊肉 特别的香 不是干的 是脆的 前面做的好多朋友说的 这个肯定是干的 但是它是脆的 做出来的 就让它这样慢慢的在这里煎啊 把这个皮弄脆了 就可以撑开了 好香气 看这个皮就炸碎了 好香哦 对 这样吃的不是干的 是脆的 特别香 你看 真的土豆就成这样了 真的土豆就成这样了 就成锅巴了 这个锅巴有点过了 现在开始 煎起来就吃饭了 这个锅巴就特别安逸 嚼起来特别轻 你们看 我们这里的土豆特别粉 你们可以看一下 看 哇你看 太容易了 开始吃这个土豆 这个土豆你看 这个锅巴特别的黄 我们把这个皮剥掉 这个是紫色的那个羊鱼 这个羊鱼特别的粉 其实这个皮不用剥的可以 洗干净了 原来常常吃了一股的啤酒 对啊 嚼起来特别香 然后再吃个刚刚做的腊肉 看啊 好多朋友觉得这个肉是干的嚼不动 其实你们看一下 特别的脆啊 特别的脆啊 看到没 对的啊 这个皮被炸掉了 特别像小型 好 不变的情感 像山河一样带大 哦带带相传 好 如果大家有机会 欢迎你们来 最平常的 这样的美食 原成菜的 最介绍的龙生生猴 感谢大家观看啊 谢谢